卡佩拉终于续约了,五年九千万,和当初想的八千万多一点点,但是对于他之前想要执着的一亿还是少了一千万,对于莫莱而言。 这一次完成和卡佩拉的续约,对于火箭队还是非常重要的事儿,甚至对于火箭队而言,是一个五年计划的雏形完成。 对于莫莱而言,这一次拿下卡佩拉,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步骤,甚至某种意义上和拿下保罗一样重要。 第一,就是火箭队不用打破现有的模式,之前保罗哈登和炳黄的铁三角组合,是上个再计三人组中胜率第一的组合。 卡佩拉在这一点还是要比火箭,拦着联盟多数的内线做的都好。 第二,就是卡佩拉的续约,对于哈登很重要。 其实对于保罗而言,卡佩拉的存在远远没有那么重,但是对于哈登真的很重要。 哈登和卡佩拉之间的配合已经两个赛季。 在过去的两年中,卡佩拉迅速的承担起来,并且成为了病患。 而哈登拿下助攻王,有一大半的功劳,又在卡佩拉的身上,因为卡佩拉是掩护和挡拆之后,得分最多的球星了。 而哈登65%以上的助攻,都是传给卡佩拉的。 不管是空间口篮,还是挡拆之后的机球得分。 哈登和卡佩拉之间的配合,一都是火箭队的内外核心战术,而保罗是助攻火箭队三分球星最好的那个人。 多数助攻都是分布在了外线的三分手上,而在内线的配合,依然是卡佩拉和哈登最为咸熟。 对于哈登而言,卡佩拉就好像他的左挡右臂。 第三,那就是卡佩拉虽然比想象中的,还是贵了一千万。 但实际上按照现在NBA间下新的转播合同之后,球星普变上涨的工资来看, 现在的九千万对于火箭队就好像是几年前,他们用四年五千万拿下了卡佩拉,还是非常划算的。 毕竟这是一个比小乔丹更有能力和潜力的年轻中风,所以莫雷这一手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操作。 当然,莫雷的拖字决才是一个关键,此前火箭队不管是失去了谁,还是最后续约保罗和格林,现在又等着安东尼。 他和卡佩拉之间的僵持战一度成为了火箭队未来能否在西部成为顶级球队的关键。 但是莫雷最终沉住气,在观望了连忙很多球队的动作之后,他最终让卡佩拉做出了任不剩下一千万完成的续约。 这一次续约,火箭队未来的构架在五年左右的时间,将会固若金汤,内外线的铁三角出行完成,火箭依然会保持最顶级的战斗力。